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零分 人人都看不起你? 有了它 生命有驚喜 詹姆先生 你很開心 第一天我算不算 我會考零分 差得比零分 人生萬變 耶穌不變 從廣州移民到委內瑞拉 我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當時聽人家說 這裡賺錢是比較容易 快 他抓著機會 自己做生意開餐館 當我們付了訂金之後 有很多人蜂擁而上 想要租這間店 當時的生意挺不錯 很快就賺回本了 他又看準市場 和朋友合作開旅行社 因為這裡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 要買飛機票啊 我覺得有很大的市場啊 生意越做越好 但他越來越少回公司 不是不在這個世界裡工作啊 賺錢啊 但已經是不放在第一位了 究竟什麼才是他的第一位呢? 美麗的花園 林蔭大道 喷泉 這裡是委內瑞拉首都 卡拉卡斯的英雄大道 大道的一端 是一個騎著馬的印第安人銅像 15世紀 拉丁美洲淪為西班牙的殖民地 印第安人曾經奮力反抗 雖然最終失敗 但卻成為追求獨立的先驅 19世紀 拉丁美洲爆發獨立運動 戰爭持續十幾年 最終獲得勝利 大道的另一端 有兩座白色大理石的英雄紀念碑 上面雕刻著獨立戰爭中 四場重要的戰役 而黑色大理石上 矗立著十一座英雄雕像 為了紀念他們贏得 國家獨立而做出的貢獻 作為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委內瑞拉的石油奉沛 切後宜人 人均消費力高 曾經是充滿商機的地方 高健能就以家庭式餐館開始創業 做餐館就是掙快錢 因為你今天買菜回來 你炒好菜有人吃 那就有現金回籠 是很快很快 加上我們人手足夠 自己一家人一起做 就很快就回本了 我們是從一間開始 然後就一路開下去 最高峰的時期有五間 短短幾年就開了幾間餐館 除了工作勤奮 也因為Paco對身邊的機會相當敏銳 有一間餐館呢 地點呢就在這個大街上啊 有一天呢 他是關了門 所有人都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我就去問我的弟弟啊 你到商場的管理處去問一下啊 為什麼這家餐館給關門了呢 那我的弟弟就去問了商場啊 原來啊他們結業了啊 收拾好東西走了 我一聽見他們結業走了 在大街上的這個店鋪啊 做飲食生意是這個最旺的位置 我立刻就跟我弟弟說 我們去租啊 當時商場的這個老闆呢 病了啊 他就跟我說啊 你放下三萬塊錢 待我出院之後就跟你簽約 當我們付了這個定金之後啊 有很多人是蜂擁而上啊 想要租這間店鋪 但那老闆就說了 哎不行啊 他已經付了定金了 我已經簽了名租給他了 直到呢 我不再租這間店鋪的時候 賣出的時候 我賣到一個很好的價錢 但是做生意不會每次都成功 Paco也曾經試過投資失敗 在這個幾年前啊 就有一個朋友啊 他在一個很好的一個地區的商場裡啊 他就開了一間很高級的餐廳 裝修挺豪華 他就賣給我們了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經營一些啊 這個較為大眾化的快餐店 想要向這個高級的餐廳進發呢 因為高級的餐廳賣的這個價錢貴啊 這個利潤較高啊 如果生意好的話啊 就能多賺點啊 怎料呢 這邊投資了啊 之後 維納瑞拉呢 就遇上了乾旱 因為維納瑞拉呢 是靠這個水利發電啊 那遇上了乾旱呢 沒有水就不能發電呢 那政府呢 就四處的停電啊 所有的地區 不管是什麼地區啊 八點鐘過後呢 就要關門 不允許用電了 那我們在一個很好的地區裡 開高級餐廳 那裡的人都是下班之後才來消費啊 但是政府晚上八點鐘就停電了 那麼餐館就不能開了 就沒辦法做生意啊 所以呢 我們投資之後呢 就遇上了這樣的波折啊 最後呢還是虧本啊 但真的很幽默啊 虧本之後呢 正好有其他的生意啊 可以做 剛好可以這個彌補虧損 啊 就是這樣 我們感到很很奇妙 就算餐館虧本 Paco還是可以從其他生意當中彌補虧損 他有這麼多機會 並不是偶然 其實剛剛從廣東來委內瑞拉的時候 Paco不懂西班牙語 又找不到好的工作 他也經歷過一段低潮期 就像天堂跟地獄的分別啊 因為我們在中國的時候呢 是常常有機會玩啊 我在這個公司裡邊是 是吩咐人做事的 是管理層啊 下班之後一般都喜歡出外啊 唱歌啊 或者去去玩啊 但來到這裡啊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餐館打工 我也知道餐館的環境是很差呀 所以呢來到這裡之後的心情啊 就非常的是矛盾啊 來到這裡卻不能安心 因為掛念兒子想念太太啊 常常呢就是嚷著要離開 當時離開東莞呢 就是想要改變啊 不再想過這樣的生活 因為你經歷了兩年了 玩多了也會生厭了啊 如果回去還是過這樣的生活 自己也不想啊 最終呢還是留下來啊 繼續煎熬了 Paco是和媽媽一起移民到委內瑞拉 與爸爸團聚 太太和兒子當時還在廣東 為了方便和他們聯絡 Paco就想學用電腦 我呢有個朋友啊 就告訴我啊 這裡有一所中國人的教會啊 有兩個星期的 是免免費教你學電腦 我聽見以後就說 好啊我去學一下啊 在參加啊 這些這個課程的同時呢 有機會就認識了 教會裡的一群基督徒啊 他們也有機會跟我分享信仰啊 就邀請我到教會 參加其他的聚會啊 但我啊就只是聽啊 當時呢就還啊 沒有決定要相信這個耶穌啊 或者別的什麼的 雖然走進教會 但Paco忙於生活 並沒有時間思考更多信仰問題 直到發生911事件 帶給他很大的衝擊 911那天呢 我還記得當天是我休假 我就在家裡 起床 那看電視的時候啊 看見這個有飛機啊 撞向了世貿大樓 起初還以為是在這個 是播放電影啊 後來呢就發覺啊 這個畫面呢在這個重複 不斷地播放這個畫面啊 我就覺得奇怪了 後來呢就去了解一下 才知道啊 是恐怖襲擊啊 那當時對我的衝擊是什麼呢 就是在911裡面 那棟大樓裡面的人呢 他們都是一些讀書很厲害的人 是很有很有能力的人啊 但是原來他們自己也都沒有辦法 控制自己的死期 沒辦法預測自己今天 將要離開世界 啊突然令我就 清醒了一些啊 原來啊 人是沒有辦法把握自己的死期的 如果這一刻你遇上了意外 離開這個世界 那究竟去哪裡啊 我記得啊 教會裡的牧師啊 對基督徒說過啊 人離開這個世界之後 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一條路呢就是往天堂 另外一條路呢就是往地獄啊 我突然就覺得 如果今天啊 我在沒有意外 很安全又很理智的情況下 啊 為什麼我不為自己 我始終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 我為何不為自己 以後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選擇是上天堂啊 還是下地獄呢 所以啊 在那一刻啊 啊 我就自己就開始啊 相信啊 耶穌了 911事件 令Paco從理智上認識神 在太太和大兒子的移民過程 Paco親自經歷到神的帶領 因為呢 委內瑞拉呢是一個貪污的國家啊 你想申請正式的渠道來的話呢 實在是非常困難啊 可以說是沒可能 多數人呢都是用這個 行賄的方法啊 這個請人來辦理啊 或是偷渡到委內瑞拉啊 那當時啊我覺得 應該是用這個正當的途径 申請我太太和兒子過來啊 那當時其他人都覺得不 不可能啊 我就啊 這只管試試看咯 正如這個別人所料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有很多困難 那當時啊 有一對這個 加拿大的短線隊啊 其中有個人 跟我分享的時候 他說啊 如果你相信這位神 那你就禱告吧 神會來幫助你 後來呢我就禱告 為這件的事情而禱告啊 啊 最終啊 神呢聽我的禱告 我的這個太太和兒子啊 就很順利的 從北京取得的簽證 就來到這裡啊 後來我說出整件事 很多人都不相信啊 在委內瑞拉有這等好事 可以不用花錢的嗎 只有相信神的人啊 才能夠明白 神是怎樣幫助我們 神你信上奇妙 世事看過 甚至到我你每日誰聽 神你信實奇妙 何等光復 我相信快樂中贊你 信主之後 Paco在生活中 經歷神的奇妙帶領 令他更願意親近神 參與教會的工作 當參觀生意漸漸穩定之後 他又看見新的商機 和教會朋友一起合作 開旅行社賣街票 我們當時開這個旅行社呢 是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下 開始的啊 開張的時候啊 我們就互相的鼓勵啊 相信神會祝福 感謝神啊 因為我很少回到旅行社上班 那這個 我太太和那個 基督徒的這個朋友啊 是實際操作這個旅行社 那我自己的決策就是啊 介紹客人給他們 比如一些中資公司啊 我會去聯絡啊 他們就跟我跟進啊 大家是分工的合作啊 那我就不用每天坐在 這個辦公室裡邊啊 開了公司又不經常上班 原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開始的時候呢 他還會多一點來 公司這邊 但是上了軌道之後呢 他就做他其他的事情 現在更多時間都是放在施工上面的 譬如有短宣 他肯定是第一個時間參加 教會裡有什麼什麼需要 他都會 就啊就算他沒有辦法做 他也會組織 或者叫那些有能力的 他做不到的都會組織別人說 啊你來幫手吧 就沒有停過侍奉 那當然不是說啊 將所有生意都丟下來不理去侍奉啊 就一定能賺到錢啊 他一定不會混亂的啊 但已經不是放在第一位了 反而明白到神才是第一位 是最重要的啊 他信主之後啊 很熱心在教會裡面工作啊 那個人啊 就是教會有什麼樣的需要 他他都會去做啊 有時候呢做到深夜啊 什麼都是盡心盡力的去做啊 不論哪哪一隊短宣對到 除非他不在委內瑞拉啊 如果說是在的話 他必定接待他們的 他真的很了不起 接待外賓啊 幫助我們安排機票啦 然後陪伴我們到其他的地方 我最感恩的是 他在過去這幾年 我親眼看見他對福音是完全的擺上 神呢給我很大的祝福啊 因為我可以抽出時間啊 每一次短宣對到啊 或是有些這個外國的牧師來啊 基本上是我來接待的 有機會來接待 我可以透過和他們的相處啊 做神的工作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看見他們怎樣為神做事啊 有時我在服侍的過程當中啊 不是牧師多說點 你就能做得好一點啊 而是你跟隨一個牧師一起去工作 你從他的身上 可以看見呢 他是怎麼做的 還有啊 他做事的這個品格是怎麼樣的 是一種這個潛移默化式的教導 除了這個理論的知識之外呢 實際上神給我這些機會去這個學習啊 所以人家覺得我這個成長快啊 這其實都是神給我的恩典啊 將大部分的時間用於服侍他人 必定減少工作和陪伴家人的時間 特別是現今委內瑞拉經濟很差 生意難做 但趴口不擔心 因為越是困難的時刻 他越體會到神的恩典 因為委內瑞拉呢 是外匯管制啊 以前的航空公司呢 是用這個委內瑞拉的這個貨幣啊 賣了機票之後 要跟委內瑞拉的政府 兌換這個美金 委內瑞拉政府是因為沒有錢啊 就一直拖延這個航空公司 拖延到40多億啊 所以兩年前呢 航空公司決定啊 在這個委內瑞拉呢 不可以用委內瑞拉的貨幣 買這個國際機票啊 只能夠用美金來買啊 二十多間的旅行社 可能只剩下不夠時間了 我就很感謝神啊 我們旅行社的這個 做的這個生意還不錯啊 因為我們可以找到這個代理啊 幫我們出機票 而且這個價錢這個方面呢 是有優勢 那其實啊 我們是從來沒有計劃過呀 要這個怎樣找啊 全因在這個工作上啊 和教會的服事當中啊 認識了一些人或者是別人介紹啊 所以呢 這個我們只能說啊 這全是神在背後的牽引和祝福啊 並非啊 是我自己對這行有特別的這個 人物的關係啊 也不是這個我懂得多一點啊 這完全是神的恩典 祝福我們啊 平時做事發了工資啊 或者是提成啊 我們都會很自覺的奉獻給神的 因為有時比如說 接了一個很大的生意 或者是接了一個很大的團呢 我們就會很默契的 帕克就會說啊 我們這次又賺這麼多 我們要奉獻多少給神呢 然後我們就每個人都會知道啊 要怎麼做的 我的夥伴啊 我的太太啊 他們都能透過工作呀 感受到神的祝福啊 在這麼大的這個困境當中 反而有很多的客人 是不斷地向我們訂票啊 我想我們如今呢 在這個困難的時間 這個 生意額啊 比這個初開張的時候呢 什麼機票都能賣的那時候啊 更多呀 這真的是感謝神 我今天算什麼 來起來再走過 很多人 refinance 我下山的心 這個星是一種國家 然後你身上秘密的 我下山的心 那你身上秘密的 我下山的心 我下山的心 你才推開 我下山的心 那你身上秘密的 我亲身处境 无论遇着困苦 优秀 你也会在我身边 你兴起我的生命 我敢得到信心 面对挑战 我一直都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每一件事经过我的眼睛 或是经过我的思考 我都能看为是一个机会 然后在脑海里分析 到底这个机会能带给我什么 我会计算 当这种机会主义的心态 转移到为神工作的时候 每一次为神来做事 我都看为是一个机会 社区里的人们请我们帮忙的时候 我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帮助他们 以致教会有需要他们帮忙和支持 甚至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 邀请他们来参加的时候 他们也都因着我们之前的关系 曾经互相帮助 他们也愿意帮回我们 因着来参加布道会 就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 他到了一个地步 现在他自己常常去美国 每一次去他都会到处周游联络一些人 把委内瑞拉的福音需要介绍给他们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奔跑和呼喊 委内瑞拉的福音 也就因此渐渐的让人知道了 每天早上6点7点他就会在微信那里 今天的灵修经文就会发给我 我知道不单是发给我 也会发给其他人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不单是在生活上面 实际生活上面 而且在灵性上都是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在委内瑞拉因为政治经济 还有工作忙碌 还有信徒不多 我们要做神的工作 一个人可能要负责很多的事情 我只能就用一个比喻 我们就像逆水行舟 就如整班的基督徒都坐在船上 在漂流一样 如果我们不能有志一同拿着奖 同心一起来划 船就会在漂流当中流向下游去 不知道往哪里去了 所以不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是互相的鼓励 大家必须拿着奖 就这样划呀 这样划呀 一起是划向前的 因着感受到神的爱和带领 Paco对生命价值的看法完全扭转 从努力抓住每次赚钱的机会 到现在不愿意放过任何传福音的机会 懂得将神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 也收获到神满满的祝福 如果你想更多认识这位改变Paco生命的耶稣基督 欢迎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和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与你分享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你 感谢观看基督信仰 愿意配合在那生片 离兴起我的生命 我敢得到信心 面对挑战 离兴起我的生命 我敢得到信心 面对挑战 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